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库万,我是老张,咱们又见面了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巴夏语言 估计有一些网友在网络上看过巴夏同龄会的影片 而有一些则没有看过,仅仅是听说过巴夏 或者说看过一些文字的介绍 在这里我先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是怎样一个场景 一个光头男子坐在台上,调整自己的脑波,达到伽马波 连接到第五密度的巴夏,然后这个男人就开始侃侃而谈 台下做着很多信众,台下的信众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无论什么问题,巴夏从来不避讳,直言而谈 按他的话说,他的风格就是非常直接,非常简洁 他的主要特点就是直接 我相信很多人刚刚接触巴夏语言的时候 一定会以为台上这个光头男人就是巴夏 我在关注研究巴夏之前,也是这么认为 其实还真不是 台上作者的这个男人叫达瑞尔·安卡 1951年10月12日出生于加拿大的沃泰华 现年69岁了 他年轻的时候的工作是电影视觉特效师 这个职业的名字给你感觉是不是非常的高大上 通俗点说呢,其实就是道具制作人员 网上可以查到他最早参与制作道具的电影是 1979年的星舰迷航一星际旅行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大约在1975年 也就是他24岁的时候 他在一个星期之内连续两次 在白天和几个朋友一起近距离目击了UFO 两次所见的太空飞船都是正三角形的 各边长大约是20至30次,也就是6到9米 顺便说一下,美国著名的F16战斗机长度是16米 两次近距离目击事件之后 达瑞尔开始非常着迷与研究UFO相关的内容 开始就查阅了大量与UFO相关的书籍 涉及了与UFO相关很多方面的内容 包括UFO相关的很多心灵、物理学方面的书 在目击事件后的10年里,他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最后达瑞尔·安卡接触了一位通灵人士 听了他6个月的课 那是一个为期12周的课程 在做各种系列的引导冥想 反复做这些冥想练习来提高意识 这个课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发生了非常不同寻常的情况 按达瑞尔自己说 在一节课程当我进入深度冥想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好像接触到一个信息包 下载到我头脑里 一些与巴夏有关的前世记忆忽然就打开了 以及在这一生之前与巴夏进行的协议 那一瞬间就进入到我头脑里了 进入到头脑里的信心就是 现在你明白了,你为什么在这里 记起我们之前立的协议 达瑞尔说 当时我不得不停下来想一想 因为我不确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过了一阵子我开始明白了 意识到 与我进行心灵共通的巴夏 是不是一个外星生命 大家注意 此时的时间是1985年 也就是说 大约在1985年 达瑞尔安卡获得了通灵能力 达瑞尔就是巴夏的灵媒 外星人巴夏说 我对你们的世界有足够的理解 因此能用被你们理解的方式来交流 从你们的角度来看 达瑞尔实际上是我的过去生 而我 以时空结构体而言 我就是他的未来自我 具有一种能力 既能与过去的我进行沟通 这使得沟通变得很容易 因为我们是一个超灵魂 同一个基本意识 但分别存在于不同时间 不同地方 不同维度世界 巴夏的话 在我看来 他的意识就连环着 这个宇宙中的时间 不是连续的 不是单一方向的 以后我们再给大家 专门讲讲这个时间这个问题 巴夏是英文巴夏的音译 巴夏的本译 是阿拉伯语使者的意思 所以 与达瑞尔通灵的这个外星人 叫什么名字 人家外星人没有说 是达瑞尔给他起的名字 叫巴夏 他也是想表达一个意思 重要的是 讯须 名字不重要 巴夏是自称来自 爱莎沙尼星球 的低五密度的外星人 在他们的语言里 爱莎沙尼是 生命之光所在地的意思 这个性情的人 身高是1.5米 皮肤是白色或灰白色 男性没有头发 跟达瑞尔一样 女性一般有白色的毛发 眼睛比人类大 爱莎沙尼星球 位于猎户座 生锈五 三十光年的太阳系 与地球类似 星球也是该太阳系的 第三个行星 比地球略小 星球的倾斜角也不大 基本没有世纪变化 星球长年 气候一阴 星球上有更多的水 陆地 大部分都被植物所覆盖 有更高的含氧量 没有捕食性动物 地表没有人工城市与开发 居民都居住在悬浮的城市里 如果人类造访 在适应之前 会有罪养和眩影感 之后基本很快就能适应了 艾莎莎林文明 通过在美国的传讯者 也就是这个达瑞尔安卡 引导了一个称之为巴夏的意识群体 与地球进行星际传讯 已经持续了37年之久 巴夏说 我们是一个魂学种族 我们连同其他另外四个不同星球上 四个魂学种族一同被创造出来 也就是说 他们是五个魂学种族之一 我们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是你们所谓的基因改造种族 我们是你们和你们所说的 灰人的基因魂学产生物 他透露一个信息说 灰人并不是真正的外星人 他们是来自于平行宇宙世界的 地球的变异人类 他们毁灭了他们所在的地球的环境 变异成了咱们现在看到的 这么个灰人的样子 因为他们无法再繁殖后代 所以他们就想着一个办法 就是利用另一个平行宇宙世界 就是咱们地球上人类的DNA 进行混合 通过这种方式 让他们的文明延续下去 所以巴夏他们 就是这个混合共同下 五个不同文明当中 其中的一只文明 网络上有流传罗斯威尔事件的视频 CIA审问的外星人 幸存者就是小灰人 他们也制成来自于未来的地球人 需要获得现代地球人的基因 据说小灰人同美国 爱神豪尔总统签署了协议 美国允许小灰人屠牛和绑架部分地球人 但事后必须清除记忆 小灰人则提供非敌供美国研究 后来发生了道西事件 合作关系才破裂 有关道西事件我们以后再跟大家讲 这里的密度显然指的不是物理学的概念 不是物体的质量和体积的比 而是指一种空间等级的概念 或者说是灵性等级的概念 有点类似于维度的概念 要说清楚第五密度 咱们要从第一密度说起 第一密度是元素的密度 土 风 火 水 也包括基本物质 好比原子 分子 石头 金属 液体 气体等等 土就是固化的物质 火和风作用在固体物质和水质上 接而发展出意识和第二密度 第二密度是有机生命的密度 植物 动物 微生物等等 动物和植物在这一阶段出现 这个发展阶段在地球上持续了46亿年 第三密度是人类气息的密度 是自我觉知的密度 也是选择为己或为人的密度 这是自我觉知和自我意识的密度 两个基本功能就是理性思维 和直觉思维 通过利用这两个性质 我们可以领悟到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 这引导出爱的经验 所以肉体在第三密度上的周期时间是75000年 敌视密度是爱的密度 如同所有后续的密度 是较高灵性的心 身 灵 复合体 因为智慧不够而时常与另一个对立文明开战 觉察他底是自己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发展同情心的密度 我们在第三密度达到可以理解悲伤的能力 个体之间的区别仍然是明显的 在第四密度的发展期间 身 心 灵 复合体的群体可以形成社会记忆复合体 这时每个个体所有的经验可以提供给整体 第五密度是光或智慧的密度 智慧和即刻的显现 在第四密度学习到了怜悯的功课 在这里引导到智慧 第五密度的实体可以随意消失一个显现 或出现一个显现 第六密度是合一意识的密度 在那里爱与智慧统合 所有的即兴统合 两个冲突的文明可以共存 和光一样的自我经验 RA就生活在第六密度 RA咱们下面会讲 这个RA是到底是谁 这个经验周期是250万年 第六密度已经高度进化 已经不需要肉体了 就像风一样 虽然没有形状 但确实是一个存在的东西 消融在空无之中 就是消融在合一之中 换句话说 就可以无中生有 第七密度是路口密度 新森灵复合体再次融合进入 造物主的最后密度 达到了顶点 第七密度是一个完全的存在 自我关照的创造者 在意是仅说为原因 这样准备进入第八密度 第八密度的后期 是下一个八密度的开端 第八密度回归无限 按照RA的说法 这里有点神秘 不能够用现有的文字来表达 在第八密度我们经历了时空 就是这个星球潜在的社会记忆复合体 或者说叫做阿卡锡记录 上面述说的这些概念是哪来的 这些概念是源自于一套哲学重书 叫做伊德法德 伊德法德这个名字本身就包含了一切唯一的理念 这就有点中国这个道的意思了 伊德法德是由肯塔基州路易维尔的研究基金会 出版的一套五本的书籍 这些书是根据一些通灵录音 和一些来自于酷的通灵文章 卷写以记录对话问答形式的哲学著作 出版时间是1982年到1984年 这个通灵团队的成员是多恩·埃尔金斯 卡拉和Jim 直到1984年多恩·埃尔金斯去世 他们大概进行了106场通灵体会 他们通灵的方式就是卡拉被催眠 进入这种无意识出神的状态 会连接到第六密度的外星人Raw 多恩对Raw提出这个问题 Raw进行解答 这个Raw和巴西亚是不是很像 多恩在1984年去世 达约尔在1985年开始通灵 也就是说巴西亚是1985年出现的 而Raw比巴西亚更早一些 巴西亚据说是第五密度 那么Raw是说是第六密度 我们来对比一下多恩·埃尔金斯的职业 副导演 助理导演 演员 制作人 编剧 达约·安卡的职业是视觉特效 编剧 导演 演员 最后说两句 这个卡拉和Jim是夫妻 卡拉在2015年已经去世了 这个通灵团队和这个基金会 可以说是一个机构 两块牌子 在美国基金会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组织 只要你有钱就可以成立 而且很多基金会也就是富人避税的一种手段 正如巴西亚所说的 不需要任何人相信我们来自于一个外形文明 重要的是我们传递的信息是否对你有用 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收看节目的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 为影片点个赞 当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影片 谢谢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前进的最大动力 好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